中国女排,赛翁司马,暴冷输球传喜讯,泰国高兴找了,蔡斌运筹帷幄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之后,是那么目前的中国女排的话也是在最新的四联赛的比赛当中呢 暴冷输给了泰国女排,最终呢也是很遗憾的 以三胜一复的成绩结束了第一周的征战 那么说实话,这场比赛输掉之后啊 我们其实不管是对于球员还是对于球迷来说呢 都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打击 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很多的一些中国女排的球员呢 也是低着头看起来呢是比较伤心的 毕竟呢在此前取得三连胜之后啊 突然是被一个不太起眼的一个亚洲球队打败的话 那么确实是难以接受的 所以我们的球员呢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些难过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方面呢有些球迷啊也非常的难过 在这一次呢他们熬夜看完了这场比赛 但是最终呢等来的是最终惨遭对方逆转这样的一个战果 所以有些球迷一方面比较失望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甚至比较极端呢 在网络上去宣泄情绪去责怪批评我们的球迷 尤其 去批评我们的球员 尤其是队长原心愿呢更是被直接的批评骂上的热搜 所以这种情况说实话的确确实实呢 有些不理智的 当然我觉得大家去宣泄情绪可以 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其实这场比赛 虽然说输掉但是对中温女排来说呢 也并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反倒呢其实也是一件的赛风失马胭脂飞服的一个事情 因为说实话我们在此前已经多次强调了中国女排本身就是一支 有待磨合的一个球队 所以本身呢其实有些尤其是一些年轻球员呢 是第一次进入中国女排参加国际性大赛 在此前虽然说拿到三连胜呢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他们这些刚进来的年轻球员呢 其实心态方面是不太容易稳定的是没有那么成熟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取得比赛了他们可能很开心 但是一旦遭遇失利之后呢他们的心态呢可能就会严重失衡 甚至会导致整体比赛表现的出现一个问题 惨召对方的一个逆转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失败的话对我们中国女排来说呢 实际上就是给这些年轻球员交了个功课 他们也需要经历这样的一场惨办呢 来为后面的整体去 去向冠军的发起冲击去做好最后的一个铺垫 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觉得对中国女排来说这一次意外爆冷塑料一场小组赛呢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啊其实目前的只是啊试联赛第1周比赛的第啊这个某一个小组的比赛 对中国女排来说呢在这一次提前给这些年轻球员去买单的话 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反倒是如果说我们后续一路过关斩六将 顺利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如果在中途因为这些球员的心态 出现问题而最终暴冷塑料比赛 没有办法向总冠军去看齐的话 那么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更加遗憾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点来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实际上对中国女排来说呢 反倒是一个因祸得福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们也看到确实啊我们相比较于对方的一个心态的话 我们确实是太过于紧张了 泰国女排啊他们全程的都是笑意啊在挂在脸上了 而且呢每一次啊都不管是输球呢还是说被我们这边打击的很厉害 他们也始终呢没有露出非常沮丧的一个心情 这点想必很多看了直播的球迷呢应该也是印象深刻的 所以说实话对我们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啊这一次给我们上了一课之后呢 除了说要 稳定成熟我们的心态之外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学习一下泰国女排 这种心态 不管是舒适赢呢都应该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了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比赛 只有这样的呢我们才能够轻松上阵以更好的一个状态呢去面对 后续的一个比赛 我们呢才能够有机会获得胜利 否则说你压力越大期待越大的话你包袱越大的就越难施展的开 到头来呢就越容易爆冷输掉比赛 所以可能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啊这一次输掉比赛之后呢能够让我们看到短板 后续啊蔡兵运筹帷幄的话能够有更大的一个把握呢能够去做好后面的一个备战 所以对我们球员包括球迷来说呢其实啊可以更加放宽心态的去看待这一次个比赛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 拜拜